那么如果进行机械挖槽的话 它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不能直接挖到底 必须下面要预留一部分 那么对于我们的集水和排水管道来说 机械挖槽的时候预留20到30厘米 就是200到300毫米 如果是我们后边学到供热燃气的话 那么它预留是150毫米 当然我们的地铁车站 它有个要求是多少呢 是200 在不同的环境下 它的要求不一样 但是核心思想是什么 不能直接挖到底 防止发生超挖 当我们实际施工中 没有人留这么多 都会留的相对比较少 因为要大量的耗费什么 人工 所以说剩下的要怎么样 人工开挖制设计高层 那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把工程上的实际的经验 拿过来做这样的题 必须严格按照教材中要求的这些数据呢 进行预留 这是一个 而且呢 大家注意 不得扰动 实际上就是不得超挖 原状地基土 那当然我们的草底呢 还有个要求呢 是不得受水浸泡或受冻 那么草底局部扰动 或受水浸泡水 比方超挖了 比方下面有水 这时候我们采用什么 天然极配沙粒石 这是排水的材料 有利于排水 那就是石灰土 具有一定的这个板结性 具有一定的这个防透水的作用 如果草底扰动土 层为湿线性黄土 那大家注意啊 湿线性黄土呢 受水的影响比较大 这时候呢 要按照设计要求 进行低级处理 就设计要求怎么干 你怎么干就行了 那么草底的土层为砸田土 大家注意啊 所谓的砸田土就是垃圾土 只要出现了 我们前面讲了 只要土里边说是砸土了 或者砸什么什么 只要是这样的描述 通常都是不好的材料 那么腐蚀性土 这很好理解了 是吧 要全部挖储 因为对于管道来说 会产生腐蚀性啊 挖储以后 按照设计要求 进行地基的处理 但逃避啊 在进行这个开挖的时候 要逃避要平顺啊 就对边坡呢 进行这个修坡啊 在沟桃的边坡稳定后 设置工 施工人员上下的什么安全梯 也就是说不能沿着边坡上下爬 必须设什么 专门工人上下的安全梯 那我们看一下支撑和支护的要求啊 撑板呢 要求什么 随挖随撑啊 大家看这下边就是撑板啊 这是实物图 是吧 这是我们竖撑啊 当然有横向的啊 也可以有横向的啊 横撑啊 那么大家注意了啊 每根横梁或者是动梁啊 不得少于两根啊 这个横撑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啊 我们的这个两板啊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点 或者是这样 这是一个点啊 这提供了足够的稳定性啊 所以不能少于两根是什么 横撑 就是这个横撑啊 像这个你看至少是两个 然后呢 横撑的水平间距呢 宜为1.5到2米啊 于这个距离啊 1.5到2米 垂直间距呢 不宜大于1.5米啊 就这个啊 那么大家注意了啊 对于在软土和不稳定土层里边呢 我们要采取横排撑板支撑时呢 什么时候撑呢 就是开挖深度怎么样 不得超过1米的时候 就进行一个支撑 那么然后后边呢 就是开挖和支撑的交替进行啊 这个交替的深度呢 是0.4到0.8米啊 这个数据呢 建议大家还是要稍微的关注一下 对于整个的支撑和支户来说 我们的这些点呢 在考安利的概率呢 其实并不大 但是涉及到一些细节的东西呢 是可以考相应的选择题 对于我们的教材中呢 像这个是121年呢 教材新增的一个相应的一些数据 那么用完了以后 进行拆除的时候啊 那拆除支撑前啊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 叫什么 安全检查 也就是说对周围啊 沟头周围 有些建筑物 还有我们的沟住物啊 逃避 进行一个相应的安全检查 防止在拆的过程中 发生什么 发生攀塌 那么人员上下安全梯 不得攀登支撑 那么拆和田呢 要交替进行啊 你不能说只顾了拆啊 还没有回田 因为回田以后 回田的土就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了 啊 如果你一切子全部拆完了 然后再总体的一起去怎么样 这个回田的话 这个时候有可能怎么样 发生攀塌 这是支撑和支户的相应的要求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啊 地基处理 以及安管和防腐的一些要求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地基处理啊 我们说了 草底呢 第一个啊 不能受水的侵扰 第二个呢 是不能超挖 那么如果我们的草底发生了局部超挖 或者发生了水的扰动 这时候怎么办呢 超挖深度啊 不超过150毫米 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挖草的原土回田夯实 就是原来挖出来土 再把它填回去 但是呢 夯实以后呢 压实度不应低于原地基土的密实度 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什么呀 要恢复地基的原状啊 那么草底土壤含水量较大时 不适于压湿时呢 应采取换田等有效的措施 就是说含水量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原土回田 肯定不适合 你回田了也压不了 因为含水量大的话 压不密实 这时候呢 可以采取换田的方式啊 那么如果排水不凉啊 那么造成了这个第一土的扰动 就受水的扰动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你会发现啊 扰动的深度在100毫米以内的 用天然极配沙石和沙粒回田 实际上就是什么 排水材料 对吧 既然排水不凉嘛 那我们用些排水材料 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如果是扰动的深度比较深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说为了这个提高地基的一个承载力 还有就是呢 加快我们的回田的速度 我们下面如果是坚硬的话啊 有足够的支撑力的话 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填卵石或快石啊 是颗粒比较大啊 均足回田 当然我们不是说直接用它填完了就没事了 在我们的这个卵石和快石的缝隙里边 我们用粒石呢 填充啊 密石啊 这是如果是受水扰动的话啊 受水影响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也就是说呃 扰动的比较浅 100毫米以内啊 我们用一些天然沙石和沙粒就可以了 如果比较深的话 我们先用卵石块石先把它填上 然后呢 再把中间的缝呢 用沙粒石呢 把它填中 对于我们的草底的扰动呢 我们可以把它呢 做一个相应的归纳啊 就是超挖以后 哎 如果下边没有水的话 我们前面讲了 如果是超挖的深度小于15厘米 就是150毫米的话 我们用原土回田啊 夯实至原地基础的密实度 对吧 当然我们呢 到后边呢 还会涉及到一个就是 如果超过了150毫米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原土了啊 我们认为呢 原土的什么 它的承载力不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改造一下 掺点石灰进去 用石灰土回田 那么夯实呢 要求也是达到原地基础土的密实度啊 这是超挖扰动以后啊 没有水的情况 那么如果超挖扰动了以后 到底有水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了啊 前面讲了 叫小于什么10厘米的 那么积飞碎石 积飞沙粒啊 石灰土回田 都可以啊 那如果是小于30厘米的话 用块石和卵石回田啊 当然这是指的几排水的啊 如果是燃气管道的话啊 只要有水啊 它的处理很简单 你就用什么 积飞沙石和天然沙回田 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在早些年考古案例啊 那么超挖以后呢 要压石是吧 我们说了 压石呢 必须要 哎 满足压石度 应接近原地基土的密实度 就是恢复我们什么 原土的一个地基的承载力啊 这是对于 潮底啊 超挖以后呢 啊 那么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啊 这样的一个归纳的知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后边啊 那么延石地基的局部超挖呢 应将啊 基底碎沙呢 全部清除 也就是说 下边地基呢 是一个延石层的 那么超挖了以后啊 这些破费的什么石销呢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 全部清除 然后回田呢 注意了 是低强度等级的混淫土啊 或者是怎么样 回田利静啊 10到10毫米的沙石啊 并夯石啊 这是它的处理的方式啊 要么是低强度的混淫土 要么是 历经10到15毫米的沙石 那么原状地基啊 为延石或坚硬土层时呢 管道下方应扑射什么 煞电层啊 就是不将我们的管道 直接放在什么 我们的延石和坚硬土层上 啊 那么 非永动土 那么管道呢 不得扑射在冻结的地基上 因为冻结的地基呢 它有个问题啊 冻结了以后呢 它的强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一旦要是怎么样 温度上升 发生融融的话 那么它迅速会变软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把管道 直接铺设在上面的话 会造成管 基础的沉降 会造成管道的践行和破损 啊 管道安装过程中 又防止地基呢 这个动胀啊 当然下边呢 对于沙电坑的厚度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表 这是我们的这个 规范上的一个这个表啊 当然这个地方呢 大家注意有些小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 小于啊 那原文那边是小于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但我们认为呢 就是考这个表的概率呢 有没有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啊 但是呢概率不是特别高 建议大家把这个表呢 稍微看一下 就是管道的外径 小于等于 这个500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柔性管道 大家注意了 是沙电坑是不能小于100毫米 那如果是500到1000之间呢 是150啊 那么大于 1000的时候呢 下边破的厚一点 是不能小于200 那么柔性接口的钢性管道 就是钢筋混凸管 我们用什么 比方成沙口连接 就是柔性接口 这个时候呢 它的沙电层的厚度呢 是150到200 啊 这些数据呢 建议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说了验槽啊 只要往下挖一个机坑下去 都要验槽 验槽的时候呢 五方验槽啊 那么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地基呢 由设计和勘察单位 提出地基处理的意见 就是最终决定权在谁呢 就是方案的决定性 在于设计和勘察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安管的要求啊 它包括呢 下管啊 然后呢 做接口 那我们的管节 管件下钩之前 要准备工作 你看啊 必须对管节的外观质量 进行检查 实际上这个说的是 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管节要进行质量检查 是吧 除了看外观之外呢 还有看一些 比如说单证啊 那我们前期还有什么 见证取样检测 类似的啊 这样的一个这个材料验收的一些考点啊 那这里边说呢 必须对管节的外观质量进行检查啊 如果是有缺陷的话 要进行处理 那么如果采用法栏或胶圈啊 进行接口的时候呢 注意啊 安装应按照施工方案 严格控制上下游管道的接桩的长度 中心位移的偏差 以及管节接缝宽度和深度啊 因为这个法栏连接啊 接胶圈连接 它都是一种什么 像法栏你要对证 才能够把它螺丝呢 把它上上 是吧 胶圈呢 它因为它有一个 安装在一起的一个间隙的要求 所以说呢 它的中心的位移偏差啊等等 这些都要进行一些检查啊 当然这个内容呢 建议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了解一下就可以 顶多是一道选择题啊 也可能考不到啊 关系在于什么啊 我们的焊接 当然注意啊 焊接的时候呢 金属管道的焊接 环向焊凤处要齐平 内壁的错边量 不宜超过管壁厚度的20% 且不得大约2毫米啊 那当然对于金属管道来说呢 我们焊接完了以后 还要进行内外的防腐的施工啊 施作应急保护的工程啊 那么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内外防腐啊 就是管道的内壁和外壁呢 都要设一些防腐层 而我们的阴急保护呢 实际上也叫牺牲阳急 也就是说我们在管道的附近啊 埋设一些什么呢 叫活跃性比管道要高的 这个金属材料连接起来以后呢 因为我们的管道的腐蚀 就是一个氧化过程 氧化过程怎么样 就是失去电子啊 那我们说在外部呢 有一个活跃的金属 给它提供电子的话 就会抑制它的腐蚀 这就叫什么 阴急保护啊 牺牲阳急 当然到后边呢 还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啊 这里先大概知道一下 那么对于塑料管道来说呢 我们PVC管和PE管呢 我们的连接方式 有电容连接和热容连接 当然第一个呢 叫电容连接 第二个呢 叫热容连接啊 那么我们说 不管电容连接和热容连接 都是在什么 温度较低 或者接近最低的时候呢 进行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啊 什么叫热容连接啊 大概了解一下 热容连接呢 实际上你看啊 把我们的两个管道 两个对接的管道 放在我们的夹具上 先把它对正 对正完了以后呢 当然我们的端面呢 肯定有一些缺陷 比方油污了啊 一些氧化了等等 我们把它切掉啊 切掉以后呢 你看我们有个加热板 加热以后放进去啊 放进去以后呢 两侧管道放在加热板上 进行加热 加热处于溶溶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将这个加热板抽除 然后把这两个管道呢 对正啊 加压 对接 然后呢 保持压力冷却啊 就自然冷却 冷却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形成一个什么 这叫外翻边 啊 那么电容连接呢 它就要比我们的热熔连接呢 稍微麻烦一点 就是什么 它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你看这个啊 专用的什么管件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电容连接 实际上和热熔连接呢 它的成本上要高一些 为什么 这个专业的接头 这个管件啊 因为管道比较长 所以用的比较多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电容连接呢 成本又会大大增加 那也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 我们喜欢用什么 热熔连接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那就必须用电容连接啊 这个到后边呢 都会介绍到啊 所谓的电容连接呢 就是什么 我们一个专用的管件 先量出来 我们的管道 插入这个管件的长度 是不是啊 然后表面呢 把这个氧化层呢 把它磨掉 然后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呢 这个管件里边有什么呢 有电热丝 我们通上电啊 通上电以后呢 电热丝发热 发热以后 将我们的管件 和我们的这个管道啊 接触面呢 产生一个溶解 是吧 然后粘贴在一起 这就要电容连接啊 那电容连接呢 它是在一些啊 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才用啊 还有一种呢 叫承插口连接啊 所谓承插口连接 大家看了啊 这是一个承口啊 这头就是大头 大小头是吧 小头的叫插口啊 你看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 承插口连接啊 它有哪些要求呢 这是一个呃 补充的内容啊 因为后边呢 也会涉及到啊 关于我们的 柔性接口的 实际上就讲的 就是什么 承插口的连接啊 当然那个内容呢 讲的呢 并不完整啊 那么我们首先要注意 承插口要进行检查 就是我们的承口 插口不能有开裂 破损等等 这样的一些现象 我们的承插口连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上面有什么 有密封圈 当然密封圈呢 经常也要检查 是吧 也不能有裂纹啊 刻痕等等 当然对于这个 胶圈的安装的位置啊 除了规格外观之外呢 安装的位置也要正确 不能又发生扭曲 不能发生外露 因为整个的密封圈 决定了什么 安装的质量 决定了你这个管路的什么 防渗入的能力啊 当然我们的这个承口呢 对着来水方向 什么意思呢 水是这样流的 对吧 那么 这是承口 是吧 对着这个来水的方向 而我们修筑的时候呢 正好反着 是由下游啊 当然这是上游了 是吧 这是下游啊 我们施工的时候 是由下游向上游啊 先这样去 沿这个方向去安装 就安装完了以后 上面的管呢 是你看沿着这个啊 将我们的承口插入到 将我们的插口呢 插入到 插入到我们的承口当中去啊 这是呃 两个方向性的问题啊 那么安装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在这个上面呢 还刷什么 抹这个硅脂啊 起到一个 安装的时候 一个润滑作用啊 这是承插口施工的时候呢 一些基本的要求啊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对于管道来说 那么金属管道 我们内外呢 要进行一个防腐啊 这个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内防腐呢 有这样两种啊 方式 一个是水泥沙浆啊 第二个呢 是液体的还养涂料 那对于外防腐 大家发现呢 哎 防势很多 用聚以吸层的啊 还有就是石油沥青涂料 还养煤沥青涂料 还有就是还养树脂的玻璃缸 或者是聚氨值兔层等等啊 当然这个点呢 大家注意了啊 考试的话 也是选择题的考点 那么也就是说 哪是内防腐 哪是外防 外防腐 你能够区分开就可以啊 其实我们记的数呢 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内防腐 记住了 水泥沙浆和液体还养的涂料 那其他的都属于什么 外防腐啊 这也是一种记忆的这个方式 就要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了 主攻项目是我们的记忆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一般项目啊 用排除法 因为主攻项目可以考案例 必须得写得出来 一般项目只考选择题 那你就把主攻项目排除掉 剩下就是一般项目啊 那对于我们的防腐的材料 记忆厂的时候呢 也要进行一个质量的验收啊 比方说 查查他的单证啊 像我们讲到了 有什么出厂证明书 检验报告 使用说明书等等啊 一系列的一些数据 当然我们说 还阳斐沫涂料啊 还要供应什么 热特性曲线等资料啊 像这样的一些具体细节的内容 建议大家也是了解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认为以靠选择题为主啊 而且要求防腐层的各种原材料 均应包装完好 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存放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每一种排号的团阳斐沫涂料 胶粘剂 以及什么聚乙烯等材料怎么样 要经过 大家注意这个单位啊 国家计量认证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啊 也就是我们原材料机场 一看二检三验 是不是 前面看了三证 现在要找谁检测呢 要国家计量认证的检验机构啊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内防腐材料的这个涂附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呢叫无气喷涂工艺 还有叫离心式的喷涂工艺啊 无气喷涂工艺 当然就不用什么高压器进行辅助 过去的时候叫有气的 有气的呢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就是喷的涂层呢 脱厚不均匀 质量有问题啊 而且呢比较麻烦 污染环境 那么现在是叫无气的啊 就直接将我们的液态的什么防腐涂料呢 直接涂在我们的钢管的表面啊 当然还有就是离心式的葡萄材料 这两个名称呢 稍微注意一下啊 当然我们说 非常有气的 也就是说现在是不宜使用的啊 那么 下面一个呢就是沟槽的回田啊 对于沟槽的回田呢 大家注意了啊 实际上有好多内容呢 到后边呢会有详细的介绍 这里边是教材呢 2021年新修订的 但修订的这个内容呢 意义呢不是特别大啊 你想啊 压力管道水压实验前啊 这个点呢 在我们的后边的水压实验里面都有 除接口之外 管道两侧就管理以上 回田高度不应小约0.5米 这就是我们后边会学到的叫 部份回田 好 那么水压实验合格以后 及时回田 构造的其余部份 无压管道在避水和避气实验后啊 应及时回田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不回田啊 无回田 这是排水管道的一个要求啊 是功能性实验的要求 当然我们说 里边要清理干净 无积水不得 注意是不得带水回田啊 像我们的井室 就是检查井 还有就是雨水口啊 还有其他的啊 附属的一些雇注物周围呢 回田应与管道的沟槽回田 同时进行啊 附属物周围回田压实呢 应言井室中心呢 对称进行啊 这也算是通用的要求 那回田土的含水量啊 一按土类和采用的压实工具 控制在最佳含水量的 正伏百分之二啊 就所有的土的含水量啊 都有一个什么最佳值 就是最佳含水量 那么它的范围呢 就是最佳含水量 正伏百分之二 这是全书通用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刚性管道回田 大家注意啊 到了后边呢 我们会专门介绍的 柔性管道的回田 虽然我们教材上 也在这个地方 加了这些内容 我们把它删掉 不讲 我们到后边 柔性管道的时候 再详细地给大家 全面的这个阐述 是吧 刚性管道的沟槽回田呢 我个人认为啊 2022年考的概率呢 也不是很大 你要结合后边的 柔性管道的回田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两条呢 在我们的这个 柔性管道里边 也提到了 而且很神奇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2021年 刚性管道的沟槽回田 二件 居然考到了这个案例 虽然教材上 当时一个字没有啊 二件考完以后呢 一件的教材出来以后 发现 我们一件教材 把这个内容怎么样 把它填上了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 我们的公路专业 或者是机电专业 如果教材新增的内容 通常情况下 都是当年的考试的重点 而我们施政专业啊 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差异 就是什么 我们教材呢 每年也会有一定的修订啊 但是呢 修订的方向和内容呢 通常不是当年的一些重点 有好多点呢 你比方说 我们的这个桥梁里边的 这个维修是吧 那从18年教材 增加了这块内容 一直到现在 一分没考过 比如说 我们施政专业 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就是什么 这么多年 从04年开始考试 考到今天 教材的核心的内容 基本上没有变 比如说重点 依然是重点 增加的内容 多数都是什么呀 都是往里边灌的水 所以说在学习的时候呢 大家这个特点呢 大家还是要把握一下 就是说 我们新增的内容 我们也不要特别的 这个轻视它 但是呢 也不要搞到过度的 什么紧张 比方说 我们的这个新教材 我们出来以后呢 都会有一些教材对比 你把教材对比呢 你就看一看 你会发现 好多啊 特别是21年的教材的 新旧教材对比 你会发现 好多都是什么呀 改一改我们的规范的年份 改一改这个什么分包方 改成了什么承包分包人等等啊 就这样的一些特别什么呀 实际上不影响 我们考试的一些变化 相对比较多 好 那么对于刚性管道的 沟槽回填呢 你会发现什么呀 管道两侧就管理以上 500范围内 西洋乡航式 因此轻型压实机具 这个和我们柔性管道的 要求是一样的 管道的两侧压实面的高差呢 不能超过300 就是非层对称高差不超限 这是我们管道回填 前面我们的讲到了管寒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回填的时候呢 它的原则永远是 分层对称高差不超限 而且高差呢 是不超过300 这个通用要求 那么分段回填压实的时候呢 那么一段段的做 两段之间搭接的时候 我们要做成什么 台阶型的 然后再这样去一层上去填 那么做成台阶型 采用轻型压实设备 就基本上用什么充机夯啊 平板夯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 夯夯相连 如果是压路机进行碾压的话 碾压的重叠宽度 不得小于什么200毫米啊 这边我们看一下5013啊 不开枣管道的施工技术啊 不开枣管道施工技术呢 在我们的一键考试中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啊 那对于我们的 不开枣管道施工技术呢 我们分成了按挖法 和非开挖方式啊 那么按挖法呢 又包括了潜满按挖和分购法啊 关于潜满按挖和施工法 在我们的水道交通里边 也做了很多详细的介绍 那么非开挖方法呢 一个顶管法啊 一个水平定下段 一个夯管法啊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 这个不开枣施工技术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是建议大家必须要这个掌握的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有哪些属于不开枣施工的方法 像我们的秘密是顶管 施工啊 潜满按挖 当然这两个呢 注意了啊 在我们的案例考试中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在 管道施工中 因为什么呢 如果考到顿垢 如果考到潜满按挖 那大概率是在考我们的什么 地体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从案例的角度讲 实际上最主要的考点在哪呢 一个是顶管 一个是冰箱段 夯管呢 基本上考到的概率呢 也不太大啊 就是从案例的角度啊 当然选择题是可以 结合这个表去考核的 那么知道了这些方法 那么它的一系列的一些特征 优缺点啦 适用的范围啦等等 这个呢 就相应的要掌握 那么首先呢 一个呢 就是优缺点啊 大家注意啊 优缺点里边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的密闭是顶管 施工精度高 当然下面有一个施工精度 你会发现了 哎 顶管法是小于正负五十吧 啊 而我们的浅妈挖是不超过三十 哎 那浅妈挖啥怎么样 好像精度比我们的顶管法 还有高 但是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只可能 哎 考选择题 是吧 那考选择题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 施工精度高的是谁呢 选择里边有顶管 有浅妈挖 一定是选择银管法 不要选择浅妈挖 但是呢 如果考到案例 那么浅妈挖法 它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精度高啊 对于案例里边 它的优点就是精度高 啊 这个点呢 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那么如果考到选择题啊 施工精度高呢 还是那个原则 就是选择题 永远是什么 以教材的原文 做我们判定的依据 那么后边呢 你想我们的优缺点啊 还有呢 就是 施工速度快的 你看有 顶管 丁相钻和 夯管 还有呢 就是施工成本高的 缺点 是吧 那么 我们前三种啊 顶管 顶管 和前卖挖 那丁相钻的 缺点呢 就是什么 控制精度低 啊 还有呢 就是夯管啊 控制精度低 那么对于优缺点 第一个考试模式 就是选择题 也就是说 这个题杆里边 给你描写出来一个 它的有哪些 优点的方法 有哪些啊 你能够区分开就可以 如果考到案例的话 啊 基本上就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的案例说 原来的方法是A 哎 最后呢 方法变成了B啊 经过现场调查也好 经过这个论证也好啊 发现了B呢 更合理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如果问你 为什么放弃A呢 一定它有缺点 对吧 那么为什么选择B呢 是因为它有优点啊 这要结合什么 我们的案例的问题 来进行具体的解答啊 当然我们说 对于我们的这个 不开刀施工方法 它的优缺点呢 在案例中呢 通常就是讲什么 一个是精度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施工的速度 A就是成本啊 基本上就是 从这三个角度呢 去解答 那当然精度高 是一个优点 精度低是一个缺点 但是精度高 它的优点呢 又对着两个缺点 就是什么 速度慢 成本高 那精度低是缺点 但它有两个优点 就是速度快 成本低啊 这是在于优缺点啊 它可以考选择题 考选择题 就考我们这个表格中的 具体的原文 是吧 为你控制精度低的啊 方法呢 就是定向钻和夯管 施工精度高的 顶管啊 当然考到案例 那我们就结合 案例的背景 对的条件 然后呢 结合提问 提问的问题 问的是新方法 还是旧方法 然后你去选 写它的优点 还是缺点啊 这是优缺点的 一个内容 然后是适用的范围 适用的范围呢 你像顶管法 顿购 前麦挖 这三种方法 对于我们的管道的要求呢 没啥具体的 对不对 那到了定向关 就要求了 是柔性管道 啥要柔性管道呢 就是我们的钢管 球面铸铁管 和化学管材 啊 那对于我们的柔性管道来说 后边专门有一节呢 去讲柔性管道的一个 施工的要求 回填了 压石了 以及压石度的相应的一些要求啊 那夯管呢 只能夯什么 钢管啊 好 下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叫适用的管径 这个大家必须要记住啊 你想我们的顶管 它是从300的啊 就是小口径的管道 可以顶管 大口径的到了4米了 是吧 它也可以用顶管法 也说顶管法适用的什么范围 还是比较广的 那到了后边的顿购 你看发现了 哎 我们的顿购呢 必须是三米以上的 也就是3000以上的 浅卖挖是1000以上 一米以上的 也就是我们的设备呢 要能够进得去啊 那么再就是丁香钻啊 是300到1000啊 还有夯管呢 是200到1800 这些数据呢 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无非就是两种模式啊 选择题啊 大家注意啊 选择题的时候 给你一个管径 然后让你去判定 哪些方法 适合你的题杆中的 这个管径 这是选择题 按立题呢 按立题当然也是啊 我们的新方法是适用 一般呢 是旧方法是不适用啊 但你说考试的时候 哎呦 我记不太清楚了 记不太清楚 你按照这个逻辑 是吧 为什么要用新方法 因为管径适用 为什么放弃旧方法 因为管径不适用啊 要看背景 背景给你提的条件 还有管径啊 你又把这个管径呢 和我们的这个题目呢 像结合啊 这是一个答题的一个角度 当然我们说距离呢 前三种呢 是长啊 后两种呢 是短 那么到了适用的地质条件 大家注意了啊 我们的顶管和我们的这个 前外挖呢 都是各种土层 哎 那么寒水的地层 能不能干呢 寒水地层能干 哎 只不过就是有一个要求 是什么 我们需要降水啊 需要降水 那么对于顿购来说 他写的是除硬颜外的相对均质地层 你会发现呢 实际上它是照抄的什么 我们轨道交通里边 关于顿购法施工的一个 使用的条件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顿购法 我们说了 泥水平衡的什么 可以适用于各种土层 也就是说 这个点呢 多少有一点问题 但是呢 我们的二件教材呢 是要按照各种土层来写的 那么一件教材呢 是写的除硬颜外的相对均质地层 那考试怎么办呢 注意了啊 考试顿购法 在一件考试中 你就是按照除硬颜外的相对均质地层 来掌握 这是我们说 考选择题的时候 它的原则就是 按照教材原文来打 你就不要按照我们二件教材了 因为有一些学员是什么 考完了二件来考一件的 来的时候发现 这两个怎么有所区别呢 这个咋办呢 没有什么别的这个方式啊 就是按照教材原文掌握 这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表格 大家注意了啊 定香钻啊 后边呢 定香钻和汉管呢 注意是沙缆式地层 因为沙缆式地层呢 不稳定 是不是啊 在水平定香钻的时候容易坍塌 那么 寒水地层 大家注意了 这个寒水地层 你说通过降水 这不也可以 使得这个水啊 没有水的 造成没有水的环境吗 大家注意啊 是控制精度低啊 就是你降水都不知道往哪降 啊 你要记住啊 就是考试的时候 虽然我们说啊 这个只是这么说 实际的工程中呢 我们的沙缆式地层 寒水地层啊 做水平定香钻的 多了去了 但是考试的时候注意啊 沙缆式和寒水地层是 不能用水平定香钻 啊 不能用定香钻 啊 那当然我们说 如果考到案例 我们给他归纳一下啊 就是说 放弃了A方法 变成了B方法啊 那么 我们在答题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答啊 首先一个就是什么 先写他的优缺点 第二个啊 管材 第三个 管径适不适合啊 第四个 是什么 我们的什么 叫可以考虑距离 是吧 还有呢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的地质条件 比方一般我们说 如果是有一个 沙缆地层啊 或者地下水位啊 高于我们的这个管道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定香钻 汤管就不能用啊 再就是呢 挖掘背景啊 也就是在背景中呢 除了我们这个表格中 涉及到的一些内容之外呢 在案例背景中 实际上他还写一些条件 这条件就是说 我们经过 现场调查啊 看了地下状况 水文情况 然后呢 建议改为水平定香钻啊 这种的文字的描述 本身就是体现了一个什么 就是告诉你 我们现场的这些地质水平情况 适合吸引的方法 这就叫挖掘背景 我们在答题的时候 按照 案例的答题的原则 照着这个顺序 当然一定要注意啊 是结合背景和题目 它的要求来写 到底是写的是A呢 还是写的是B啊 也要看清楚 看一个例题啊 适用管径800的不开槽施工方法 你看这个需要你记住啊 我们的各种的不开槽施工方法 它的管径的范围 是吧 追踪法3000以上 对吧 不行啊 冰箱钻300到1000 可以啊 冰箱300到4000 可以啊 夯冰200到1800 可以啊 浅卖挖1000以上 不可以 是吧 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题目 答出来了 那么下面一个 你看叫施工精度高 适用各种储存的 不开槽管道的施工方法 对啊 施工精度高 我们说了 在我们按照教材的角度讲 只有一个叫什么 顶管 你会发现 既有顶管 也有浅卖挖挖 这个就不选 答案呢 是D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这些施工的一些方法啊 以及设备的选择啊 教材中呢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啊 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 首先一个就是顶管法啊 那么如果采用啊 长口式 你看下边 小人开挖的时候 怎么样 当然里边不能有水 是吧 我们就要把水降到什么 管底下 不小心零点五米的地方 这又是一个通用的要求啊 那么如果采用什么 封闭式的 土压瓶和泥水平衡施工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考虑什么 降水的问题啊 当然现在呢 我们这种的这个 前面有一个这个 泥水瓶和土压瓶和 顶购机的这种方式呢 是越来越多啊 就叫机械式的啊 定管法啊 那么小口径的金属管道啊 当然无地层变形控制要求 顶力满足施工要求时呢 可采用一次顶尽的 紧密吐层的定管法 就是在管道的前边啊 我们可以拿一个 哎 帽子是吧 这样呢 就是顶过去直接把土怎么样 挤到两边 这个管呢就 过去了啊 这是一种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 对于顶管法来说呢 我们的施工的过程 就是前边挖土啊 或者切土啊 那么或者人工啊 或者是机械的啊 挖完土以后 后边呢 就用千亿顶进行顶进啊 当然顶进的过程中呢 如果假设我们的 随着这个顶进的 这个管道越来越长 它和土层之间的摩擦呢 会越来越大 这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什么 叫铸江碱组啊 当然这个碱组的方式呢 除了铸江碱组之外 我们现在呢 用的比较多的 还叫中继间 也叫中继环啊 那么中继间呢 大家注意了啊 就是当我们没顶进啊 100米啊 这个时候呢 后边再顶进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依靠什么 我们的这个工作井当中的千亿顶来进行顶进了 这时候我们加一个什么 比方说 这是啊 一个 管道是吧 顶进了一段以后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中间加一个这个就叫什么 中继间啊 也叫工具环 里边呢 有很多什么小的千亿顶啊 千亿顶呢 它负责顶什么 顶前边啊 这些管道 那后边呢 后边呢 再过一段以后呢 比方说我们再增加一个中继间 那剩下的这一部分怎么样 我们才用什么 工作井当中的千亿顶啊 进行顶进啊 这个呢 就也是一种什么 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方式 就是说 当我们的顶管法啊 距离比较长 比较一千多米 是不是啊 那每100米就摔一个中继间 将来中继间里边的千亿顶呢 哎 把它拆掉啊 把那多余的部分拉掉以后呢 我们又水泥沙浆没起来 哎 你就发现 哎 继续一看怎么样 哎 里边实际上是看不到有什么中继间的啊 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方式啊 那么 当然我们也常用的叫柱江碱组 大家看里边有柱江孔啊 将我们的管道外壁和我们的这个什么 维燕之间呢 注尼江啊 起到这个碱组的作用 对于我们这个顶管法施工呢 大家看啊 它的构成 好 首先啊 顶进的主力就是我们的千亿顶啊 当然千亿顶呢 和我们的管道之间呢 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顶铁啊 因为顶铁呢 它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千亿顶直接顶在管道上 局部点位受力的话 容易将管道怎么样 破坏 如果加一个顶铁的话 扩大了什么 它的接触面积啊 就像我们的陈颖 我们下边有一个垫幕一样啊 它起到一个什么分布啊 或者是增大这个接触面积的作用 当然我们说千亿顶 往千亿顶后边有一个提供反复用力的结构 叫什么 叫我们的后背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的后背啊 咱们后背和这个千亿顶之间呢 一般也有什么 也有顶铁啊 那当然再到外边呢 就是后背墙呢 就是我们的工作井的外墙 大家看啊 工作井的外墙 这是后背 然后呢 千亿顶 顶到顶铁上 然后再顶进管道 管道下边还有什么 一般有什么 我们的滑轨啊 你看它的构成啊 设备安装 先制作后背啊 当然我们说 往里顶进为什么要减阻 或者是用中继间呢 实际上往往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 不是千亿顶顶不动 因为千亿顶顶不动 可以增加千亿顶 但是往往是什么 后背受不了啊 所以说我们在实际的这个顶级过程中呢 还要进行一个后背的什么监测啊 那么监测它是不是发生过大的变形了 是不是它有开垫的倾向啊 那么后背做完以后安装千亿顶 然后呢测量仪器安装 就是测量我们的这个什么顶进的位置啊 它的高高层以及它的方位 那就是铺设什么导轨啊 是滑轨 然后呢 顶铁就位 然后进行这个顶进 当然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整个的我们这套系统 实际上你要仔细看一下 你会发现和我们桥梁里边 关于香含顶进的怎么样内容 异曲同工 也就是说实际上香含顶进 你可以把它翻译为是一种顶管法事故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学到的 关于香含顶进的设计到的一些知识点 完全可以拿过来怎么样 结合着我们的顶管法来进行考核 好 那它的结构 你看啊 千亿顶顶在什么后背上 后背顶在什么反例墙 或者是后座墙上 那顶进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对我们的整个的系统呢 进行一个检查 首先是看一个千亿顶的后背 是不是有变形 有开裂啊 如果出现了变形开裂啊 马上要停止顶进啊 插门原因采取措施 以后才能够继续 但我们为了防止千亿顶的顶的这个后背呢 出现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逐将捡走的方式 也可以什么呀 用中继肩 就是说我们前面的用中继肩往前顶啊 只有剩下的 和我们的这个工作井相连的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用工作井中的千亿顶进行顶进 那么再就是顶进的设备啊 千亿顶油泵顶铁是不是 它是不是正常的工作啊 还有呢 就是顶进的过程中啊 轴线和高层是否满足设计 是吧 它的方位啊 为顶顶顶歪了 是不是啊 那当然如果出现了偏差的时候呢 我们要及时进行一个揪偏啊 而且要勤揪手揪 这揪偏呢 本身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要求啊 那顶供法呢 大家注意了 是要求直径啊 一般是三千毫米以上的啊 包括潜满法 这两个方法呢 基本上如果假设考到 我们说了应该是在地点中考 不太可能在管道中考 它两个 那定向段呢 也是一个可以考试的一个方向 也是长考的一个啊 那么这是一个定向段机 是吧 现在我们先打一个小孔过去啊 那么然后呢 在这是扩孔器 是吧 将孔慢慢的扩大 扩大到我们的管道 能够拖过来的时候啊 我们 拖着这个管道过来 所以说呢 定向段法呢 又俗称叫什么 叫拖管法 你看啊 这是它的一个施工的过程 首先呢 先做一个什么 先进行钻进轨迹的试定 就是我们到底 它的这个深度是多少 位置在哪里 是吧 先进行一个确认 确认完了以后呢 我们根据确认的轨迹呢 进行导向的钻进啊 就是小的钻头啊 先打一个小眼过去 来确定了 当然我们注意了啊 由于它的精度不高 所以说这个小眼呢 只要和我们的 允许的这个钻进的轨迹 差距不大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导向钻头里边呢 实际上有一个信号发生器 在地面上呢 我们探测这个信号 在哪个位置来确定 我们现在挖的钻的有多深啊 平面位置在哪地方 然后呢 它确定了以后 实际上这个孔的位置 就最后确定了 那后屋局的工作 就是回拉越扩孔 也就是说用扩头 是吧 把这个孔呢 越拖越大 大到一定的程度 能够拖管的时候 我们把管道怎么样 回托过来 这就完成了 这就叫水平定向钻 那么我们的水平定向钻呢 经常会用到什么地方呢 比方说 我们的穿越河流 从河底来做一个管道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是钻机的位置 是不是啊 那这是我们的进管的位置 你会发现啊 实际上怎么样 对于我们的钻机这块呢 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呢 其实并不大啊 这是钻机所在的位置 当然我们说要有泥江户壁的话呢 我们还要制备泥江的一些设备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们这是我们的钻杆啊 一个个的把它接长啊 挖上来的泥江呢 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啊 就是泥江带着钻扎上来以后 要进行沉添 沉添以后呢 再回去以后啊 再重新调整它的性能啊 然后呢 再随着呢 放到啊 灌到我们的这个孔当中去 当然我们的水平定量钻 用到泥江 它的要求呢 和前面讲到的钻户半竹桩 要求一样 是吧 要做泥江池 泥江池要有防护啊 泥江它的这个性能 是不是啊 这个粘度了 密度了 像皮液值了等等啊 还有就是它的作用 互比斜扎冷却润滑啊 将来的处理也要进行什么 进行先沉淀 集中沉淀在排放的要求